碧桂園不惜任何代價 減價賣樓 他在砍樓 你知道嗎? 碧桂園是在百多個城市有project 而且通常都是在郊外地區 很大的一些地盤 建樓建得非常快 這傢伙是 他在大力砍 以求生存 我告訴大家 大陸的政策就是 內房企出問題 他一直不理 他一直越不理 內房企就越大問題 他慢慢賣不動 一賣不動 現金鏈就斷了 政府只是給他們錢完成現有的樓 就不會支持他們建新樓 北京已經打了算盤 任由樓市疲弱 不可以再救樓市 因為再救樓市都無用 是救不了的 因為人們在失業和減薪的情況下 供不起 已經跌了十幾個月 北京的政策現在很清楚 任由樓價回了一點